歡迎一千元 三倍券預購第三天 依舊陸續有民眾來預購 除了第一天系統一度當機 第三天實際操作相當順暢 截至3號11點 經濟部最新統計出爐 總共超過332.7萬人預購 紙本券預購超過235.3萬人 數位綁定也有97.3萬人 其中紙本就佔了七成多 紙本的部分 像夜市那些地方都可以使用 而且我看有些通路 它其實對紙本的部分 有額外的回饋 但其實算一算 好像有比信用卡 或是電子票真的還要優惠 而用紙本的話 我比較能夠知道說 我現在用了多少 然後還剩下多少 那我比較好去調配 我自己要買東西 還有買借什麼 就是看準國內消費者 還是習慣實體現金消費 許多業者就只針對紙本券推優惠 SOGO在10月31號前 單筆滿3000 就送300元電子底用券 全聯則是消費滿千 送千點點數 還有價值超過3萬大禮包 美聯社還有另外搭配 自家振興券 雙重優惠下一片口罩 只要3元 信用卡還有所謂的電子支付 相對的比較難判定 而且電子支付它抽的手續費高 通常大概會抽2.2%到3%左右 那這個對於很多業者來講 它其實相對來講 就是比較高的負擔 對業者來說 紙本券收了直接進帳 還省出後續電子支付手續費 自己也趁勢減少額外成本 記者黃家瑋謝偉一台北報導 協定很高的負擔 都花了一半 我選了另一半